锁住主动钻岗 高压浇管另一端 与泥浆泵出水管连接捆紧 在高压水龙头侧面孔套内 插入安全挡板 延心管接头与开孔管连接拧紧 开孔蒜头与开孔管连接拧紧 电竞接头和主动钻岗下端连接拧紧 延心管接头与电竞接头连接拧紧 在钻基附近挖两个水坑 蓄水坑提供泥浆泵循环用水 沉淀坑沉淀钻口内排出的泥沙 吸水龙头和吸水胶管连接 吸水胶管一端与泥浆泵浸水管连接拧紧 安全提示 安放钻基时一定要整理好地基 保证主机钻塔的稳固 必须安放安全挡板 防止高压水管钻动伤人 卷阳基卷筒内钢织绳一定要卷紧 卷得太松容易在提升钻距钻杆时急剧下滑 推上离合手柄和减速器手柄 泥浆泵开始供水 看下液压右手柄 旋转左手柄压力调节阀 开始转劲 回转器立轴 下落到最低处时 拉下离合手柄切断动力 抬起加持环 页压右手柄往上抬至上升位置 按下页压左手柄 提升力轴到最高处时 按下加持环 推上离合手柄 重新开始钻劲 按上处操作方式 反复操作 直至达到主动钻杆的最大钻进深度后 再更换加钻钻杆 持续反复钻进的操作步骤 回转器立轴 降落到最低处 拉上离合手柄切断动力 抬起加持环 页压右手柄往上推 按下页压左手柄 力轴快速上升 升到最高处时 按下加持环 推上离合手柄 按下页压右手柄 按住页压左手柄 钻机重新开始钻机 回转器再次下落到最低处时 按照前面的动作 重复操作 钻机深度不断增加 钻镜中的注意事项 钻镜时 查看钻碳时的沉淀物 了解地层状况 及时清理井口的沉淀物 保证水流通畅 钻镜至3至5米时 取下开孔管 换成延芯管 也可以一同把沉淀管装上 钻镜中钻杆的更换 主动钻杆转进下落到最后一个刻度槽时 抬起页压右手柄 按住页压左手柄 提升力轴到最高处时 按下页压右手柄 停止力轴提升 放好井口板 电速箱右手柄转到卷阳位置 推上离合手柄 翻动卷阳机右手柄 抬起加持环 主动钻杆缓缓缓提升出地轴孔 当主动钻杆下端的电竞接头 贴近镜头板时 用电叉卡住托起在镜头板上 拉下减速器手柄 一将泵停止供水 把电竞接头和锁跌头 分别接在需要更换的钻杆两端 用管前卸下主动钻杆下的钻头 按下页压中间手柄钻机 往后移动 露出钻口 取下地鱼器 拿回到地面 把已经连接好的钻杆 与取下的钻头连接好 这时 可以把开红管 换成延钦管 硬器扣在已经连接钻头的钻杆 左鞋头上 变速将用手柄 转到卷阳位置 推上离合手柄 翻下卷阳用手柄 缓缓提升钻杆到钻孔的上方 关门 关闭离合 反复松动卷阳左手柄 钻杆广缓下落 钻杆锁截头 贴进钻孔时 用电叉 卡住 拖在银口板上 取下提液器 放回原处